欸我真的沒有穿過這首欸 好指定欸 這樣 好太激動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前面 有多震撼了 哇 這太誇張了吧 嗨大家好我是演員 旁邊的是我室友 嗨大家好我是演員室友 Rossi 因為我們這次出來玩 我帶了我最近收到的 Air Space Lending Fantasy的禮盒 而且超級漂亮的 這個顏色很特別 Tiffney 還是Tiffney藍 反正它的禮盒外觀看起來是不是超可愛 又高級精緻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開箱囉 哇 欸這什麼 寶石 太浮誇了吧 這個是泳褲 這個泳褲 這泳褲是寶石 哪邊是正面 OMG 所以什麼意思 這個是丁字褲的造型對不對 這好像是丁字褲欸 寶石丁字褲 這是在你屁股的咧 欸我真的沒有穿過這首的 這尺度欸 應該不會被黃標吧 欸有可能 但是穿上去可能會意外沒有 因為它整個是大鑽石 應該會擋住中間的那個 對對對 應該可以 我們今天重要就是我們要來PK 沒錯 因為我們出來玩帶了很多泳裝 所以我們要拍一集 誰的泳裝比較厲害 現在要來介紹你的 我要來拿出我的第一套戰袍 好可愛喔 是不是超可愛的顏色 我的寶石極詠葉是不會輸給你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換上我們的友誼 歡迎穿上我剛才開箱的寶石美金尼 真的很誇張 最浮誇最獨特的美金尼 如果你今天心情不想要這麼浮誇的話 這個寶石款是可以拆掉的喔 像這樣 然後後面拆掉 這樣子就變成素面款啦 自由搭配的概念 也可以換飾品喔 這款搭配最受歡迎的 雙綁帶比基尼 因為它會非常之重 寶石款真的是 今年夏天必收款 重點是它的褲子 這個真的是太誇張 而且它這個順前方是整個大開叉 你這套是 我來介紹一下我這一套 非常厲害 印花的比基尼 來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這是基本款第一種穿髮 然後第二種呢 這樣 我太激動了 我的泳褲 它這個款式呢 是這種雙綁帶的設計 跟泳衣一樣 然後它可以調整你的褲子的寬度 如果你買了S號 你可以可能可以穿到M號 欸它五肌好亮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修飾臀型的效果 欸好可愛喔 它好像真的有耶 第一字部分 讓你的臀型變超俏的 對臀型比較沒自信的女生 你們真的可以試試看喔 這就是我們第一套 大家記得投票喔 登登 換上這款 跟剛剛上一款保濕款 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上一款就是比較浮誇 然後這一款就是低調奢華 哇 真的耶 看起來超有氣質 而且它中間就是有這個鑽 小心機 在這個中間 垂墜的五金搭配點綴的水鑽 比剛剛更內斂 像下身這一款呢 會露出女生最瘦的地方 畫骨 落影落線 然後正面就是比較V 但是它又不像丁字庫這麼害羞 就會讓腿顯長 腿真的看起來超長 而且它旁邊這邊有 蛙臀 介於兩側之間就會看起來屁股又變更翹 今天我們換好第二套PK的衣服 我的這一套超級厲害 先告訴你們它的名字 它叫做 這個款式是我從來沒有穿過 然後看到官網有 我就馬上下單 而且這泳褲也超特別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前面 有多震撼了 這個太誇張了吧 而且它這個是經典 所以會讓你的鎖骨這邊又顯得更性感 這個泳褲 這就是我喜歡這件的原因 因為它上下很有設計感 像你看這個圈圈裸空 這個五巾也是超級green 超級亮的有沒有 然後這個線 這個線 這個超性感 因為平常的泳褲就是 款式比較少見這種 比較保守一點 這個春巾可以穿去海巔嗎 可以 因為它是舒服的 而且它完全不會走光 你的這一款我知道 我看過超級多 網美 有穿這款 這款已經紅很久了 這款是真的超特別 叫做 女神不對稱美胸Bikini 因為它跟一般的泳衣很不一樣 它做了一些造型的變化 像這種斜尖的設計 然後還有這個綁帶 它好像就是因為有這個兩個雙綁帶 所以看起來很激重 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 它這個跟前面幾款不一樣 它是做一個平口的概念 去設計這個泳衣 然後你可以把這條帶拆掉 它就是更有平口的感覺 泳褲也非常特別 它是做這種鏤空的設計 而且它這個 露出女生氣瘦的地方 對 跨骨 開高叉 跟它的這一款比較不一樣 開得更V一點 對 你這個真的超不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屁股 它更挖火一點 就更性感 跟我的友誼平安 你們也沒有在輸的哦 那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的第二套誰比較性感 第三套了 這一套 我們顏色剛好一樣耶 對啊 搭配好的 這現在很流行的 專紅色 我自己這一套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名字 它叫做 極致下加寬 馬甲比基尼 就是因為它在這邊整個加寬了 所以會讓你的胸型整個往上提升 然後這一款比較適合 大胸的人穿 因為我們如果平常側面可能會有腹部啊 然後可能會往下掉啊什麼的 它這個會完全幫你卡住 完全不用往下掉 然後它就是馬甲 所以會讓你的胸部 更穩定 完全的往中間 非常的舒服 然後又非常的運動 然後我自己是 平常我去游泳或是什麼的話 我就是會選擇這一種款式 因為它這種 自由式 什麼的 也完全不用擔心走光 這一款的包覆性 非常的好 再來測試給大家看 就是大動作也不會走光 有沒有 就是完全不用擔心 我這一款就是寬綁帶 所以它會讓你 不會有那種 有些人會很不喜歡 綁帶的類的感覺 它是很像平常的內衣 所以會很 減輕我們的壓力 就是會覺得 穿上去是舒服的 就是你會 連健身可能都會想要穿這件 那你呢 你這款 我之前有穿過 我這款很特別哦 大魯耶 沒錯 而且它這個腰的地方故意挖洞 讓你腰的曲線露出來 這一片我知道 因為我之前吃很多的時候 我就穿這個 因為它整個是蓋住的小腹 整個連身啊 下面跟上面都是綁帶 有些穿連身泳衣 會很怕它的那個身長 會卡住 這一款是設計給 170公分以上的女生 身長有特別加長 所以適合各個胸型 而且我剛剛有看到你這件的屁股 它每一件屁股都很厲害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V字形 讓它的那個臀線 就是看起來更遠 更俏 那我們家要怎麼批評 我覺得高個子的女生 比較可以選這一款 加長型 那大家也可以在留言第三套 就是比較喜歡我們 哪一款的泳衣 那如果贏的人 假如今天就是票數 後來是我贏的話 你請我吃飯 好 鐵板燒 鐵板燒 好 好 大家記得留言哦 來到我們的最後一套 我現在身上的是 然後我自己 你有看過吧 我穿過白色 然後我個人覺得 它的黑色很漂亮耶 超性感的耶 但是白色跟黑色的話 白色是有一種清純的感覺 然後黑色就是很野燕 很性感 然後它的泳褲 我看這個經驗 就是小香風 它剛好在這個腰這邊 可以擋住我的小腹 超級修飾 整體看起來就是非常性感 而且它這一套的包覆性 就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它有雙綁帶 而且給很怕走光的女孩 就可以選這件 然後它還有白色哦 有沒有 不用擔心 跑步也可以穿 這次也可以穿 我的是千鳥格 超插綁帶 包覆暴如 Bikini 真的超暴露的 大家有看那個吧 單身級地獄 裡面的送支牙 它就是穿這種千鳥格的 因為它是那個超插綁帶 給大家看一下 超級集中 它好像也是出綁帶 所以它就會讓胸型更大 我要特別講一下 它的五金的設計 比較暗色系的 這個五金 然後它的泳褲呢 是做這種V字型 離型身材的女生 就很適合這種泳褲 因為它把你比較寬的地方 收緊去 沒錯 然後比較窄的地方就露出來 抓皺的設計 也可以遮小腹 那大家可以再幫我們投票 你們比較喜歡 這一套千鳥格 時尚版 還是我這款 小香蜂 天一整天舞泡下來 你最厲害的應該就是